温州一个人 一天吃了11顿 现在是5点 刚坐上高铁 杭州到温州三个小时 我本来想下午就去的 票没买上 有一个烤猪脚啊 常人馄饨呢 常人馄饨铺 哦 对 司机师傅给我推荐了 烤猪脚和常人馄饨 到酒店输包一撇 现在是8点半 我直接吃到睡觉 晚上人还是蛮多的 出门就是五马街 旁边正好有个鱼园店 开吃 它家店看起来很小 但是好像很厉害哦 我点了一份鱼园汤 和蛋打冰淇淋 鱼园汤是22 蛋打冰淇淋是15 鱼园是新鲜鱼肉 裹了层粉 吃起来很Q弹哦 味道很鲜 放了葱姜末 一点也不腥 蛋打冰淇淋 用的是乌菌蛋哦 我看网上说 有的人会觉得腥 但是我觉得很不错 可能我单纯喜欢吃冰淇淋 第一顿完事 热身结束 直接赶下一场 常人馄饨铺 这家感觉也有些年头了吧 点了个鱼肉馄饨套餐 27 淡丝蔬菜小虾仁 还配了个蔬菜沙拉 我是有点懵 鱼肉馄饨哦 感觉看不着馅呢 来太晚了 锅贴只剩韭菜馅的了 本来还有马蹄馅可以选 馄饨皮薄啊 但是馅有点少 挺好吃的 坐了一路车 吃点汤汤水水的 很不错 韭菜煎饺 我这从小吃韭菜盒子长大的 所以本来我想要马蹄馅尝上的 蔬菜沙拉 多吃蔬菜啊 吃吃就完了 挺适合当宵夜的 好小的一个车 飞虎底 这块还有个温州第八中学 这一放学 小吃一条街 不爽死了 这边有条路叫沙漠河 好多人在这拍猪蹄 18元一个 十年老店 我也拍了个号 15号 这猪蹄有点纤细 直接坐路边开垫 你要是在东北吃小烧烤 长大的 这个猪蹄说实话 一般 上面烧烤料味道是可以 猪蹄小了点 辣枯饼 今天我就要挑战一下 我的软肋 里边夹的这种小辣菜 这个饼的馅是豆腐加肉 一咬全是辣油 哇好辣 我这要的还是微辣 这么辣 等到不 要不辣了 哇 直接给我吃冒汗了 给我吃辣椒了 来一杯杏仁府 哪个是杏仁啊 谁是杏仁啊 谁是府啊 它那是什么 它那个府是什么意思 是豆腐的府吗 尝一口吧 嗯 没有薄荷味啊 薄荷味的水果罐头 好像是 哇好怪 我就说怎么吃这不对劲呢 这是俩勺 给我俩勺干啥 我就一个人 这什么葡萄 嗯 超级解辣 里边还有这个什么 黑不辣几个 好像是化美吗 化美 水果罐头 它有一股薄荷味啊 吃完了整个人都降稳了 刚才给我拉得有点红纹了 十点半 外边差不多要关门了都 来一瓶鲜奶巴 整个酸奶 还有一个茄汁鸡排卷 别人都早餐吃的 我当夜宵了 里边这个鸡肉很嫩 跟蛋糕似的 加了番茄酱 和那个什么 球比特沙拉酱 早上好 正常一般拉个窗帘 转个厂 但是我这屋窗户太小了 整的跟萧生客就熟似的 早餐我们就吃个糯米饭 那家店 猫子 没有 没有吃的 我没吃的 我吃早餐去了 走了 咋 你跟我走 你跟我吃糯米饭去 那玩意捏嗓子 糯米饭 咱就找偏一点的社区里的老店 这边基本都是附近的爷爷奶奶来吃 这个店就在一个小巷子里 糯米饭你听了感觉会黏黏的 其实一点也不 里边加了一些汤汁 说年嗓子是偏小猫的 点了一碗豆腐脑和糯米饭 每家做糯米饭都不一样 他家会加豆干 再来一勺肉碎肉汤 早上来一碗也太熟夫了 一口下去 酥脆的油条 软糯的米 加上浓郁的肉碎 我家那边吃豆腐脑 都是加点卤汁 可能加点小虾米墨西 咸口的 这个加糖 但是也没那么甜 微甜吧 也不错 糯米饭加豆腐脑 9块钱 本就是 你拿一块这个 核桃养生糕 搞个甜品吃吃吧 我买了三块 这个是什么核桃养生糕 这个是 滚 这个是虎皮蛋糕 这个是巧克力酸奶 不知道啥东西 它底下是一层葡萄干 核桃参杂着核桃碎 糯糯的感觉 但是我是冲着 它核桃养生糕的核桃来的 但是它这个葡萄干的味道 把核桃味完全覆盖了 尝尝这个虎皮蛋糕 好甜 它里边放了非常多的 什么沙拉酱 甜不啰嗦的白酱 秋皮特 还有海撒 这块是巧克力酸奶 它说中间是奶油 那跟酸奶有什么关系 巧克力外壳 裹着蛋糕 中间有酸奶奶油 还是啥 因为外边是巧克力嘛 所以它是冷藏的 凉凉的挺好吃 嗯 我觉得这个最好吃 这三个加起来是漆 哎呦我这里真有鱼啊 我从这一路过 我行的温州有大乡 你能想象一个卖菜的 它家店叫自由人生 卖鱼的 它家叫圣茂 旁边卖杂货的 它家叫精品伟货 它们应该都是没有换牌一点 但是也无所谓 来吃个苍桥炒粉肝 我点的是一份细的炒粉肝 里边有点蔬菜和肉 还点了一份鸡蛋汤 一共18元 这粉你第一眼看上去感觉没啥味 很清淡 刚入口味道也淡 但是嚼两下突然会感觉到滋味 它是把汤料炒进了粉里 融为一体了说是 越吃越行 炒饭要求的是粒粒分明 它这个是根根分明 吃到最后确实有点干吧 所以配碗汤正好 俩姐妹工厂店 仨姐妹糯米饭 有没有四姐妹的店 这边有个墨池房 是干啥的 留的留的 不可移动文物 这里面好几间屋子 都是可以免费参观的 这屋里都是表 哇葫芦表 好精致啊 这个有点华丽 指甲腕表 戴手指上的吗 这屋里的话就都是剪纸 这个是剪出来的呀 这边这个更复杂 感觉这种你在旅游途中 偶然额外发现的地方 更有意思啊 这边还有一个猪脏粉的店 来吃一碗 15元 你可能觉得它听起来臭臭的 看起来臭臭的 闻起来臭臭的 但是吃起来没那么臭臭的 那跟螺蛳粉似的 它这个很简单 就是粉 猪肠 鸭血 还加了大葱举行 肠很新鲜哦 刚入口像鱿鱼圈一样弹鸭 脚两口又很软糯了 从早逛到中午吃累了豆 在小厅里边休息一会儿 还有学生送的爱心茶 真不错哦 往回走的时候 突然发现墙上有涂鸦 它还是和场景互动的 它旁边还有个小王子的 我昨天都没发现 于是我开始在小巷子里乱转 寻找不同的涂鸦 好像突然发现了支线任务一样 和场景的互动很有意思啊 你看这个水龙头下面画了个打鱼伞的小个鱼 走我前面这个小孩也发现了 因为这个涂鸦都很低哦 所以小孩子应该更容易发现 时间差不多了 赶高点回家了 但是我还有最后一餐 没想到吧 临走前还买了个饭团 里边加了肉沫和油条碎 整好一天 纯纯24小时特种冰了 谢谢粉丝给我评论私信推荐的菜哦 可惜还有灯盏糕啥的没吃上 下次再说吧 如果喜欢这种短期旅行的Vlog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OPK 下次去那吃呢